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去爱控项啦 搭BTS Dark Green Line 去到Sappan Datsing BTS Station 走出二号出口走下楼梯 走一段路就能到达沙吞中阳码头啦 在这里可以搭免费的接驳船到爱控项 免费的接驳船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提供服务 每十分钟就有一趟哦 记得不要错过时间啦 这里就是爱控项的码头啦 要搭穿来的朋友记得记下来哦 我们到爱控项啦 门口的风景和装饰 都超适合打卡拍照的 他们的装饰会随着截至而改变哦 所以每次来打卡的背景都会很不一样哦 这里有各种不同国家的美食和餐厅 还有各种著名的品牌店面哦 除了大品牌的店面 这里每层楼也有规划出很多不同的区域哦 手工艺品的区域 有很多用木头做的餐具和商品 也有泰国本地品牌的日用品区域哦 有护肤品或是茶包之类的 当然也有泰国本地设计师设计的服饰鞋子还有包包哦 我们来到苏祥啦 这里有卖各种道地的泰国美食小吃和甜点哦 还有服饰和纪念品 这里超多人的 来的时候记得先找好你的位置才去买食物哦 这里卖的食物味道也很不错哦 一点也不输味面卖的 而且价钱也不贵 也很卫生 香蕉煎饼 饼皮就像马来西亚的Roti Chennai 放上一层切片的香蕉 淋上炼乳严密密 椰丝煎饼 脆脆的饼皮涂上一层浓稠的椰浆 搭配上不同口味的椰丝 一口一个吃不停啊 炒猪肉串木饼 转嫩口感的猪肉 来泰国一定要吃的道地小吃 脆皮奶油蛋卷 这个在肉费也有档口哦 吃起来脆脆甜甜的 骨肉米粉 配料不少又实在 汤头很鲜甜哦 吃完了午餐我们继续再走走吧 自内光影瀑布也是iPhone Xam的特色之一 iPhone Xam也有盲盒贩售机 还有很多扭蛋机 很适合喜欢收集动漫周边的朋友来哦 当然也少不了很多人来打卡拍照的泰国最大的Starbark 这里有上下两层的用餐空间 他们的室外阳台用餐区 也是一大特色 走出室外的阳台 还可以看到扫撇河的河景 环境也很宽敞 Lof也是一间很好逛的精品店哦 里面有各种类型的商品 有可爱的包包 盲盒 文具和护肤品或单品 很适合喜欢找惊喜宝物的朋友哦 接着我们来吃After You After You是泰国著名的甜品cafe 也是排了一下队 店员就安排我们进去啦 这里有提供免费的斑囊香草冰茶 我们点了舒福雷起司蛋糕 松松软软的口感 搭配酸甜酸甜的草莓果酱 和充满奶香的鲜奶油 吃起来好幸福哦 芒果糯米饭爆冰 淋上芒果果酱 超好吃的 爆冰里可以吃到芒果 还有糯米饭 好了 芒果糯米饭 逛完Icon像,我们就搭接驳船 游、哨撇和看河景 你们可以选择要停靠的码头,每个都不一样价钱哦 一路上可以看到哨撇和附近的建筑物 晚上开灯了,风景更加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更多的泰国曼谷旅游影片 你们也可以在我的短视频看到哦 不要忘记订阅我哦 还有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我和叔叔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